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第二章是1967年6月17日 中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这两个时间是可以载入中国历史封碑的时刻 这是我们国家实力的展现 一是中华民族面对困难不退缩 不屈服的顽强精神的展现 它意味着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 下面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张时间表 这是各国发明原子弹到氢弹的间隔时间表 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 苏联用了四年 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 法国用了八年零六个月 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在当时经济困难 科技落后的背景下 取得如此飞速的发展 这是千千万万人努力的结果 是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创造出来的伟大胜利 邓家仙就是这千千万万人中 为中国在世界上能够伸直腰杆 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人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篇 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 为他的好友写的传记 去了解这位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科学家 他就是我国的两弹元勋 邓家仙 邓家仙是中国核物理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生于安徽省淮宁 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 1950年过美国普渡大学 物理学博士学位 领导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 并参与指导和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 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 1967年中国第一颗清淡的研制和试验工作 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的杰出的奠基者 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这篇文章的作者 杨振宁先生 杨振宁美籍华人 物理学家 1922年出生于安徽合肥 1957年 他与李正道 共同提出的与称不守恒理论 而共同获得该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但这仅仅是他一生中自己并不看重的成就 他最伟大的成就 是发现了以他姓氏命名的杨尼尔斯理论 该理论完全可以与万有引力和电磁相互作用力 这些永恒的发现相提并论 那么杨振宁和邓家仙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大家看这一组照片 左边是杨振宁先生 右边是邓家仙先生 而中间这张珍贵的照片 是杨振宁兄弟和邓家仙 于1949年在芝加哥大学的合影 杨振宁与邓家仙 他们是邻居 是同学 是情同手足的好朋友 一个是当代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 一个是为国家铸造国之重器 而隐姓埋名28载的两旦元勋 他们之间50多年的友谊 亲如兄弟 那么杨振宁会怎样 来描述邓家仙这个人呢 下面我们就一起学习这篇课文 首先我们先扫清文字障碍 请大家按下暂停键 先读课文 并且在文中圈画出下面词语 读准字音 画完之后 请大家跟我一起读 宰歌 宰歌 远勋 电机 开拓 难堪 孕育 无银 迎带 烟红 挚友 昼夜 堂皇 致死不屑 受听王群 同学们 这些字音 你都读对了吗 如果 还有读不太准的字音 一定要翻开字典 自己查一查呀 下面 我们来 莫读课文 初步感知课文的内容 理清文章的思路 这篇课文 一共有六个板块 请同学们 边读 边思考 每个板块的主要内容 是什么呢 不知道大家 是否会概括 每个板块的内容 可以教大家一些好的方法 比方说 可以采用小标题扩展法 或者是摘录文中重点的句子 来概括 每个小标题 档块的内容 大家试试看吧 不知道大家已经概括好了没有 那现在 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这几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 回顾中国历史 突出邓家仙 在中国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第二部分 简要介绍邓家仙的生平经历和重大贡献 第三部分 通过奥本海默的对比 来突出邓家仙作为中国科学家的品质 第四部分 作者为中国人独立设计 自主完成两端而激动不已 第五部分 写邓家仙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肩负重任 身先士足 不怕牺牲 勇于奉献 第六部分 作者 给予 其他人独立设计 第五部分 看起来是比较分散的 但是呢 与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那大家想 上面这些板块 分别是从哪两个方面 来继续和评价邓家先呢 我们总结归那一下 会发现 这篇文章 一方面写了邓家先 对祖国巨大的贡献 而更重要的一方面 则是写了邓家先崇高的人格 那么 作文写了哪些势力 来表现人物的精神品质呢 又是怎么写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 请大家阅读课文 概括一下 哪些势力 能够体现邓家先的品质 体现了邓家先怎样的品质 概括式力的时候 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把时间 地点 人物 事件 结果 几个要素 组合在一起 当然 不是每件事 都必须 把这些要素 全总结在一块 大家看具体情况 可删可减 我们一起试一试吧 同学们 把事件都找出来了吗 我们来一起 看一看 第一件事 写了邓家先 在美国 获得博士学位后 立即回国 大家 请跟我一起看文章 圈话一下 立即这个词 从这个词中 你能看出什么呢 对 邓家先 是毫不犹豫地返回祖国的 就当时的科研环境 和生活环境来讲 中国和美国 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但邓家先 没有丝毫地留恋 放弃了 美国优越的 生活环境 和科研环境 毅然决然 回国报效 这不全是出于 他对祖国的忠诚 与热爱吗 第二件事 1985年 邓家先 在重病期间 写了一份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 大家看课文 可以看到 这份建议书 写于邓家先 患了直肠癌 第一次手术 和第二次手术之间 而后 一年多 他便与世长词了 可以说 这份建议书 是邓家先 用生命来写的 所以 作者 才评价他说 鞠躬尽瘁 死而后矣 第三件事 写了邓家先 在文革之初 说服两派 继续工作 第四件事 写了 1971年 邓家先和同事们 被四人帮 批判 围攻 竟然能说服 公宣队 军宣队的队员 相信 大家对那段时间的历史 会有一定的了解 在两派立场 不同的群众 对吵 对打的时候 在他和同事们 被四人帮 围攻 有可能发生惨案的时候 他能挺身而出 来说理 而且能够说服对方 不正是靠着他 诚恳 无私的品质 才能拥有 这样的威信吗 第五件事 写了 邓家先 写信给作者 说明 中国核武器的研制 没有外国人参与 因为在当时 很多外国人 不相信中国的实力 认为 中国没有能力 研制核武器 一定是 依靠外国人的 邓家先 专门写信 来澄清这个事 说明 这件事 在他的心里 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正是他 强烈的 民族自尊心的体现 第六件事 写1982年 邓家先 面临危险 不撤离 大家都知道 做核试验 是要经常 面临生命危险的 尤其是当时 技术 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 而邓家先 面临危险 不离开 将生死 这支度外 让我们充分感受到 他无私的 奉献精神 孔子说 了解一个人 要听其言 观其行 我不能走 面对危险的时候 短短的一句话 便显示出 邓家先 无畏的气概 和无私的精神 同学们 同学们 通过 细读课文 大家 对邓家先 是不是有了 更为深入的了解呢 下面 我们做一下 这节课的小节 本文 同学们 同学们 学完这节课 大家是否也对邓家先 充满了深深的敬佩呢 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继续学习 邓家先的第二课试 上节课 我们了解了 邓家先 优秀的品质 这节课 我们将继续 深入探究课文 不知道同学们 发现没有 课文中 有些内容 似乎不能直接体现 邓家先的特点 那这些内容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请同学们 按下暂停一键 在课本上 画出没有直接体现 邓家先 特点的内容 大家先跟我看第一部分 这一部分呢 主要讲述了 中国百年的历史 似乎 跟邓家先 没有太直接的联系 那这部分 能否删去呢 请大家思考一下 大家跟我一起 看一下课本 仅在1898年 我国就有 郊州湾 旅顺大连 广州湾 广东威海 和香港新界 被租界 大家是否注意到 大家是否注意到 租界 一词上的引号了呢 这里的引号 是什么作用 同学们知道吗 对 就是表示讽刺 或者是表示否定 名为租界 实为抢占 因此 作者说 那是一个任人宰割的时代 而一百年后 中国人民 站起来了 这靠的是什么呢 是千千万万人 努力的结果 而邓家仙 正是这千千万万人的代表 是对这一转变 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从百年历史入手 从而凸显了 邓家仙的重要作用 引出下面 对邓家仙的介绍 所以 大家看 这部分 是不是还是挺重要的 我们接着来看第三部分 作者为什么 要把邓家仙 和奥本海默 对比着来写呢 一个是中国的科学家 一个是美国的科学家 他们两个对比 有什么作用呢 首先 大家一起画一下 邓家仙 与奥本海默 有哪些相同的地方 不难发现 奥本海默和邓家仙 分别是美国和中国 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 都是各自国家的工程 那 他们又有哪些 不同的地方呢 我们继续在课文中找 从性格特点来看 邓家仙 因为他上述的这些品质 因为他上述的这些品质 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 所以 人们绝对相信他 而奥本海默呢 因为他 太咬墙拔尖 太锋芒毕露了 经常给人下个来台 所以呢 佩服他 佩服他 仰慕他的人 很多 不喜欢他的人 也不少 那么 作者 这么来写 是想凸显什么呢 我觉得 作者 首先是想告诉大家 人 是文化的产物 中国几千年的主流文化 是儒家文化 而邓家仙身上 诚恳无私 温和不张扬的个性 也正是儒家文化的特点 奥本海默张扬的个性 只适合美国 崇尚个性的文化 若在中国 尤其是在当时 他恐怕生存的困难 更别说 取得娇人的成绩了 而邓家仙 正是因为真诚无私 威望高 才能被大家所信服 才能为自己 创造出科研的环境 所以 这部分内容的对比 说明了邓家仙 在历史特殊时期 为中华民族 做出历史性贡献的原因 突出了后文 邓家仙是中国 几千年传统文化 所孕育出来的 有最高奉献精神的 而是 是中国共产党的 理想党员 这一结论 那么 我们该如何理解 文中所说 邓家仙 是中国共产党的 理想党员 这句话呢 我认为 那是因为 邓家仙 忠厚 平时 真诚坦白 没有说心 人们 人们绝对 相信他 他一生 具有 纯的品格 而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 就是 全心全意 为人民 服务 为祖国 为人民 无私 奉献自己的一切 邓家仙 就是一位 实践 这一宗旨的人 因此 他是 理想的党 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五部分 我不能走 在这部分的开头 作者引用了 调古战场文的一部分 我先给大家朗诵一下 浩浩呼 平沙无垠 凶不见人 河水迎带 群山纠纷 岸息惨翠 风悲日熏 彭断草枯 立若双尘 鸟飞不下 受挺王群 亭长告语曰 此古战场也 长赴三君 往往鬼哭 天一则闻 下面 请同学们 按下暂停键 自己朗读一遍 这段话 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跟我看一下 一轮 辽阔啊 无边的旷野 庙无人烟 河水像环绕的带子 群山交错在一起 一片阴暗 凄凉的景象 寒风悲笑 日色昏黄 彭断草枯 寒气凛冽 犹如霜冻的早晨 鸟儿从这里飞过 也不肯落下 野兽在这里狂奔 而离去 亭长告诉我说 这儿曾经是古代的战场 常有失败的一方 在这里全军覆没 每逢天音的时候 时常能听到鬼哭的声音 这段话 描写了一片凄凉的场景 那作者在这儿 引用这段话 有什么作用呢 按下暂停键 先自己思考一下 那现在 同学们想出来了吗 首先 这段话渲染了一种 悲壮凄凉的气氛 从侧面烘托了 邓家仙 工作环境的恶劣 艰苦 突出了他 为国不辞劳苦 无私奉献的品质 下面 我们做一下这节课的小节 课文 从近一百多年来 中华民族 蒙受屈辱和宰割 邪割 引用唐代李华的 调古战场文 和作者儿时 从父亲口中学到的 中国男儿歌 让读者 跟着作者 把眼光投射到历史深处 因为 作者是炎黄子孙 在中国内地长大 从小受到民族精神的熏陶 所以 始终从近一百多年来的 中国近现代史 看问题 犹如 作者把邓家仙 同奥本海默对比 始终把邓家仙 放在国际大舞台上写 显示出 作者的全球视野 一下子提升了文章的境界 这是因为作者 学贯中西 胸怀世界 所以有条件 把中国和美国 顶尖人物 拿来做对比 总之 因为作者 熟悉我国传统文化 又具有历史眼光 和全球视野 所以 课文内涵丰富 底蕴厚重 凸显了一个立体的 光芒四射的 邓家仙的形象 最后 我想用中国男儿这首歌 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 让大家在歌声中 去感受邓家仙 崇高的品质 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 要将只手 升天皇 随时见面 随时见面 一副正义 万副雄 方向南河 亚洲之冬 何分人 云亿成全 连父之国 虽过永宫 放弃是终 神灵愁动 东北云朵 光阔来宫 天皇 天皇 江苏 无宫 河 中国大万 川万 中国大将 江江 成年 成天 随时千年 千年 全世 前年 不正 云云 雄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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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可嘉从小受家庭影响 喜欢古典诗歌和名歌 1932年开始写作新诗 以一篇老马成名 1933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烙印》 这是他最具影响的作品 其主要代表作用《老马》 有的人 罪恶的黑手 泥土的歌等等 他为纪念鲁迅而创作的诗歌《有的人》 已经成为了我国现代诗坛的经典之作 下面我们来初读课文 扫清文字障碍 请同学们按下暂停键 在文中圈化出下面的词语 读准字音 圈化完成之后 大家跟我来一起读一下 书头 抱歉 失信不作, 窘乎不同, 窘窘目光, 无暇顾及。 接下来, 请同学们按下暂停键, 在文中圈画出下面的词语, 理解含义。 圈画完之后, 大家来一起读一下, 赫然是醒目的样子, 窃而不舍, 是漏刻不停, 比喻有恒心, 有毅力, 窃是刻的意思, 目不亏源, 形容埋头读书, 亏是这小孔或缝隙处偷看, 慷慨淋漓, 形容情绪, 语调十分激动, 说话十分畅快, 一反既往, 与过去完全不同, 既是已经, 既往就是以往过去, 气冲斗牛, 斗和牛是星宿名, 在这里借指天空, 形容怒气冲天, 或者是气势很盛, 这颗词语比较多, 我们继续来看, 群以排牙, 整齐的排列, 排牙, 旧时主观生作, 牙鼠陈设仪仗, 辽鼠依次三代, 分立两旁, 称为排牙, 务务穷年, 一年到头都用心劳苦, 务务是指劳苦的样子, 历尽心血, 用尽心思和力量, 历是低的意思, 仰之谜高, 钻之谜尖, 谜是更加的意思, 越仰望, 越觉得其崇高, 越钻严, 越觉得其尖深, 表示极其敬仰之意。 下面, 大家再一次的莫读课文, 我们来整体感知文章, 理清文章的思路。 在莫读课文的时候, 请大家边读边思考, 文章是从哪两个方面, 来写文多先生的说和做的? 根据这个思路, 文章可以分为几个部分呢? 而这几个部分, 又是怎样衔接的呢? 同学们思考完之后, 大家一起总结一下。 不能看出本文是从学者和革命家两方面论述文一多先生的说和做的。 第一部分是课文的一到七小节, 记述了文一多作为学者方面的说和做。 第二部分是八到二十小节, 记述了文一多作为革命家方面的说和做。 上下两部分之间用了两个成上体下的过渡段。 做了再说, 做了再说, 做了不说, 这仅是文先生的一个方面。 作为学者的方面, 总成上文。 文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作为革命家的方面, 总体下文。 使文章上下文鲜接紧密, 过度自然。 作者围绕这两方面, 分别写了哪几件事呢? 从中看出, 文一多先生是怎样的一个人了? 大家思考完之后, 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 第一, 作为学者方面, 主要围绕文一多十多年来默默钻研, 写作《唐诗杂论》, 《处词教补》, 《古典心意》。 作为革命家方面, 主要写了起草政治传单, 在群众大会上演说, 和参加示威游行三件事。 第二, 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看, 文一多先生是一位智学严谨, 成就卓越的学者, 一位勇于担当, 言行一致的民主战士。 下面我们再仔细地读一读课文, 深入地来理解任务, 请同学们按下暂停键, 研读文章的第一部分, 也就是一到七自然段, 回答下面的问题。 作为学者的文一多, 在说和做上, 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 为了表现这一特点, 作者选取了哪些事例 来证明这个观点呢? 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看课文。 人家说了在做, 我是做了在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 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作者在一开头, 就引用了文一多先生的两句话, 明确表达了文一多先生作为学者, 在说和做方面的态度。 接下来, 作者讲述了关于文一多先生的三件事, 一是写唐诗杂论, 一是写处词教补, 还有一件是写古典心意。 关于先生写唐诗杂论, 作者写得比较详细。 请大家来跟我一起读一下这段话。 他从唐诗入手, 目不亏远, 足不下楼, 务务穷年, 历尽心血。 杜福晚年, 慵懒得一月不梳头。 文先生也总是头发凌乱, 他是无暇极次。 文先生的书桌, 凌乱不堪, 重物疼愿。 文先生心不在焉, 抱歉地道一声, 秩序不在我的范围以内。 饭, 几乎忘记了吃, 他瘫的是精神食粮, 夜间睡得很少, 为了研究, 他熄寸音, 分音。 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 因他大开光明之路, 漂白了四壁。 读了这段话, 你是不是也为文先生, 废寝忘食, 潜心学术的精神, 所感动呢? 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虽然写得比较简略, 但是呢, 有些词语, 作者用的也是非常有表现力的, 比如, 十年艰辛, 四个字, 就写出了文一多先生, 耐住寂寞, 苦苦探求的形象, 又比如, 当他完成处词教股的时候, 在别人赞美, 惊叹的时候, 先生又向古典心意迈进了, 不也是充分体现了先生, 只做不说的特点吗? 那么, 诗人文一多先生, 诗性不作, 不畏艰辛, 废寝忘食, 数十年如一日, 潜心研究学术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 请大家思考一下。 我认为, 他深入研究古典文化, 是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 开一季救济的文化药方。 这句话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 表现了文一多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里的药方, 指的是从文化上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法, 是在文化救国。 文中写道, 1930年到1932年, 忘文问切也还指示在忘的初级阶段, 这句中的忘的初级阶段, 指的是什么呢? 忘文问切, 是中医诊断疾病的四种基本方法。 忘, 指的是对病人的观察, 文, 指的是听和秀, 问, 是询问, 切, 是切脉。 这里的忘文问切, 是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 将当时的民族比成一个病人, 希望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到救国救民的方法。 但对文一多的整个探究过程而言, 1930年到1932年的探究, 还仅仅是走出的第一步。 好, 下面我们来进行一下这节课的小节。 作为诗人的文一多, 爱国主义精神贯重于他的全部诗作, 成为他诗歌创作的基调。 作为学者的文一多, 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季旧旨的文化药方, 是他勤奋钻研的目的。 他从没有躲进小楼书斋, 逃避现实喧嚣, 而是始终把目光投向现实, 关注民生极苦, 关注战乱连连, 关注现实政治, 积极勇敢地投身到改造旧世界的运动中去。 好,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说和做, 继文一多先生言行片段的第二课诗。 上节课, 我们研究了课文的第一部分, 也就是文一多先生作为学者, 做了再说, 或者是做了也不说的这个特点。 那今天呢, 我们来研读课文的第二部分, 请同学们按着暂停键, 认真读书, 然后思考下面的问题。 作为革命家的文一多, 在说和做上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为了表现这个特点, 作者选取了哪些事例来证明这个观点? 这些事例又表现了文一多怎样的精神品质呢? 下面请大家读书。 读完课文, 同学们不能发现, 作为革命战士的文一多, 他不仅要说, 而且要大声地说, 不仅要让昆明的青年听到, 而且要让全国的人民听到。 他说了就做, 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 他不仅起稿政治权单, 发表自己的观点, 而且在理工仆统治被暗杀之后, 文一多先生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 当时形势非常紧张, 明知凶多极少, 但是他毫不畏惧, 在大会上大骂特务, 慷慨淋漓。 他说了就做, 在游行示威的队伍中, 他走在最前面, 昂首挺胸, 长须飘飘, 他用自己的生命, 证明了自己的言和行。 他的说与做, 证明了他言行一致的高尚人格, 体现了他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 以及热情澎湃的爱国情怀。 在前面, 文一多先生说过, 我是做了再说, 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但他又说, 此身别无长处, 既然有一颗心, 有一张嘴, 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这样前后说法是否有矛盾呢? 为什么呢? 其实, 这并不矛盾。 前者指的是他作为学者的一面, 勤奋他是工作, 不自夸。 后者指他作为革命者, 在宣传革命道理时的表现。 宣传革命道理, 不仅要说, 而且还要大声说。 不管是作为学者的说和做, 还是作为革命家的说和做。 都是文一多救国爱国的具体表现。 下面我们再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文一多先生前妻和后妻, 思想品格上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 这两者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 前妻文一多先生, 是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 潜心学术研究。 为了救国救民, 他潜心研究, 窃而不舍, 是一个非常卓越的学者。 而后期呢, 文一多先生投身到民主运动当中, 争取民主, 反对独裁, 在这个过程中, 他言行以致, 应用五位, 是一个大勇的革命战士。 不论是作为学者, 还是作为战士, 他的目标是一致的, 那就是救国救民, 都表达了自己对国家的热爱。 通过上面的学习, 我们了解了文一多作为学者和民主战士, 对于说和做不同的态度, 了解了文一多先生鲜明的个性特点, 以及深深的爱国热情。 那么作者又是怎样把文一多先生这样一个个性鲜明的形象, 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呢? 下面, 我们对这篇文章的语言进行探究。 请同学们按下暂停键, 研读全文, 然后用我认为哪哪哪写得特别好, 因为什么, 这样的句式, 表达自己对文本的感悟。 给大家一个示例。 第一部分, 对文一多先生的介绍, 给我们展现出一个潜心学术, 勤奋钻研, 敬起旺识的学者形象。 我认为, 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 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 养之弥高, 越高, 攀得越起劲, 酸之弥尖, 越尖, 酸得越切而不舍, 这一处写得好。 因为他运用了比喻和对偶的写法, 句式整齐, 音调坑腔, 具有形象美, 音乐美。 钻探这个词也用得好, 比钻研, 研究, 词译程度更重。 写出了文一多先生, 对古代典籍的热爱和研究之深。 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示例是从哪几个角度来赏息句子呢? 对, 他从修词的角度, 从句式的角度, 还有观念词的角度, 来鉴赏这个句子。 那么下面同学们做鉴赏的时候, 也是可以从这些角度切入的。 我们来分享这些例子。 我认为文中他想吃尽, 瞎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 炯炯目光, 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 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 开一季救济的文化药方一处写得好。 因为他写出了文一多炽热的爱国热情, 吃尽, 消化尽, 写出了文一多研究古代典籍的殷切心情。 种种目光, 写出了他目光的深邃, 钻研的精神。 文一多先生, 博古通金, 血冠中西, 文一多先生, 治学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药方。 这让我们想到了七一从文的鲁迅先生, 想到了无数智世的人生选择。 我们再看这个例子。 我认为他从唐诗下手, 目不亏缘, 足不下楼, 悟悟穷年, 历尽心血一处写得好。 因为此处多用四字短句, 语言简洁有利, 具有音乐美。 目不亏缘, 语出, 汉书, 董仲书传, 形容专心致志, 埋头苦读。 利是低的意思, 深刻地表现出先生, 用心血一滴滴灌溉学术研究花朵的尊严精神。 通过以上三个事例, 同学们发现了一些规律没有呢? 在品味语言的时候, 我们不仅要抓住语言的特点, 抓住语言所用的修词方法, 以及句子的句式特点等等, 还要写出来他所达到的好的效果, 也就是说, 对于表现人物的精神, 它有什么样的作用。 我认为, 生肖灯火是他的伴侣, 因为他大开光明之路, 漂白了四壁一处写得好。 因为这句话, 运用了比喻和引用的手法, 作者把灯火比喻成先生的伴侣, 写出了先生在深夜没有孤灯相伴, 本应感到寂寞, 但是先生却在这盏孤灯下畅游殊害, 他全身投入到学术当中乐此不疲。 大开光明之路, 不仅写出了灯火, 为先生带来了光明, 更是写出了先生对学术的研究, 是为了给中国带来光明。 漂白了四壁, 是引用的文一多先生的诗句, 这也体现了作者对文一多先生了解甚深吧。 再看下一个例子, 我认为不动不响, 无声无闻, 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 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凯, 如群蚁排牙, 几年辛苦, 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一处, 写得好。 不动不响, 无声无闻, 照应了下文, 他并没有先说, 但他做了, 写先生历尽心血, 埋头实干, 一个又一个, 密密麻麻, 写他的研究, 硕果累累, 群蚁排牙, 又足见先生治学的一丝不苟。 也有同学认为, 十年艰辛, 一部教步, 豁然而出, 一处写得好。 赫然而出, 是写文一多, 处词教步的问世, 令人惊讶, 引人注目。 此处写出了人们对文一多先生卓越成就的赞叹, 而且也写出了文一多先生的词。 只做不说, 而做出来的成就却是斐然的, 这样的特点。 还有同学认为, 文中对文一多先生的外貌描写很好, 因为他抓住了人物的特征。 虽然话不多, 只用了两个四字短语, 昂首挺胸, 长须飘飘, 但是他非常有强烈的画面感, 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一个大义凛然, 誓死如归的革命者的形象, 突出了文一多先生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表达了作者对文一多先生的赞美和敬佩之, 还有的同学认为, 他在给我的信上说, 此身别无常处, 既然有一颗心, 有一张嘴, 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这句话写得好, 读了很让人动情, 他表现出文一多先生赤诚的爱国之心, 和甘愿为祖国献身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他的话鼓舞了人们反对独裁, 争取民主的斗志, 也体现了先生作为一个民主战士, 他一定要说, 一定要表达自己的主张, 一定要把支持民主, 反对独裁这样的观点, 传达给全国人民这样的一个特点。 下面, 我们来做一下这节课的小节, 文一多先生既是严谨治学, 成就卓越的学者, 更是大勇无畏, 视死如归的民主战士, 本文记述了文一多先生作为学者和作为革命家, 说和做两个方面的事迹, 表现了他严谨治学, 言行一致的高尚品格, 赞扬了他为国家, 为民族, 为民主而现身的革命精神, 这篇课文欲言生动形象, 精炼含蓄, 又特别富于音乐美, 同学们在将来写作的时候, 可以尝试着学习一下。 下面呢, 再给大家拓展一首诗, 这是文一多先生写的死水, 我来给大家朗读一下。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一轮,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藏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绣出几半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裸起, 梅菌给它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叫成一沟绿酒, 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猪们笑声变成大猪, 又被偷酒的花纹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它造出个什么世界, 这是1922年, 诗人怀着报效祖国的志向, 去美国留学, 在异国的土地上, 诗人尝到了华人被凌辱, 启示的心酸, 1925年, 诗人怀着一腔强烈的爱国之情, 和殷切的期望提前回国, 然而, 回国后呈现在他面前的祖国, 却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景象, 军阀混战, 帝国主义横行, 以至于诗人的感情, 有失望, 痛苦, 转至极度的愤怒, 死水一诗,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的, 在绝望中, 饱含着希望, 在冷峻里, 灌注着一腔爱国主义的热情之火, 这, 就是这首诗的主题思想, 下面呢, 给同学们留一个延伸的作业, 文一多先生, 是一位卓越的学者, 言行一致的民主战士, 受到中华儿女的敬仰与怀念, 读完本文, 请你为文一多先生, 写一则目之名, 文一多, 曾可嘉, 都是诗人, 你能各写出他们的一首诗吗? 请将他们的诗歌抄写下来, 并试着分别做150字左右的点评, 这两项任务, 你更擅长哪项呢? 请你选择一下, 自己完成吧! 今天的课, 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第三课, 回忆鲁迅先生, 节选。 我们首先来欣赏一首鲁迅先生的诗, 《字体小巷》, 《灵台无际逃神时, 风雨如盘暗顾缘, 记忆寒心全部查, 我以我穴见轩缘。 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 犹如被爱神之剑射中一般, 我对祖国有着赤诚的爱, 无可逃避, 风雨如磐石一般负压下来, 故国沉入暗夜之中, 我把自己的忠心献给祖国, 却没有人理解我, 但我试将我的一腔热血, 泡笑我的祖国。 读完这首诗, 你对鲁迅先生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 提及鲁迅先生的文章, 我们总会想到匕首和头枪, 而谈及鲁迅其人, 我以我穴见轩缘, 俯首甘为如子牛的诗句, 便会立即涌上心头, 在人们的心目中,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封碑, 是文艺家思想家和战士, 是人们景仰的诗人, 然而, 每个人都是无法用简单的词句来概括的, 更何况丰富, 置如鲁迅。 鲁迅先生逝世已有八个世纪, 回忆和纪念他的文字有许多, 其中多数谈及了他的思想、 作品和对同时代以及后人的影响, 鲁迅研究也已经成为了一门专门的课题。 然而, 鲁迅作为平凡的普通人的生活, 却被人们忽略, 其个人生活亦很少有人来提及。 本文节选自肖红的中篇回忆性叙事散文, 回忆鲁迅先生, 作与鲁迅逝世三年后, 他从日常生活细节出发, 细腻而动人地展现了鲁迅伟大而平凡的生活。 下面让我们一起跟随肖红, 走进真实的鲁迅。 本文的作者肖红, 原名张乃吟, 黑龙江忽兰人, 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杰出女作家, 被誉为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 同学们读过她的作品吗? 比如《生死场》、《呼兰河传》等等。 肖红的一生十分坎坷, 1930年, 她因反抗父母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 1932年认识了左翼作家肖军, 并与之结为伴侣。 1934年来到上海后, 肖红和肖军经常到鲁迅家做客, 向她请教。 在鲁迅先生的帮助和支持下, 1935年, 肖红发表了她的成名作《生死场》, 并因此飞升文坛。 可以说肖红的成功, 既因为她有着非凡的文学天赋, 又得益于鲁迅先生的大力帮助。 抗战爆发后, 上海沦陷, 肖红转移到了香港, 1941年, 日军占领了香港, 重病的肖红被陷于九龙。 1942年, 肖红病逝于香港, 年近31岁。 下面我们来一起开始课文的学习。 首先, 请同学们按下暂停键, 在文中圈化出下列词语, 读准字音。 咳嗽, 调羹, 抹杀, 解剖, 稠除, 疙瘩, 草率, 前程, 紊乱, 合眼。 下面请大家先按下暂停键, 在文中找到下列词语, 并且圈化出来, 理解它们的含义。 你都找到它们了吗? 开在第28段, 鲁迅先生出书的教要, 都用来开桌子或做什么的, 它的意思是擦, 抹, 合在第44段, 在工作之前, 它稍微合一合眼镜, 燃起一支烟来, 合是闭合的意思。 展然在第23段, 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笑着, 一种对于冲破忧郁心境的, 展然的会心的笑, 它的意思是心绪舒展的样子。 存心在第25段, 这存心是不太好的, 表示心里怀有的念头。 抹杀在第58段, 它说不新鲜, 一定也有它的道理, 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 意思是一概不济, 完全勾销。 不以为然在第65段, 当时大家不解其中的意思, 都以为鲁迅先生不加以休息, 不以为然。 不以为然, 不认为是对的, 这里的然意思是正确的。 深恶痛觉出现在第24段, 青年人写信写得太草率, 鲁迅先生是深恶痛觉之的, 表示厌恶痛恨到了极点。 下面请同学们先按下暂停键, 阅读课文, 整体感知一下课文的内容。 在阅读的过程中, 给每一个片段标好序号, 并且概括一下, 可以画在片段中, 也可以写在片段边上。 下面我们来一起梳理一下。 课文的第一个片段, 写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 第二个片段, 写鲁迅先生走起路来很清洁。 第三个片段, 记录了在鲁迅先生家里做客人的感受。 第四个片段, 写鲁迅先生和我开玩笑的故事。 第五个片段, 写天晴了, 太阳出来了, 鲁迅先生是如何反应的。 第六个片段, 写鲁迅先生如何读青年人的来信。 第七个片段, 记录了鲁迅先生如何对待自己的原稿和教样。 第八个片段, 写许先生是忙的。 第九个片段, 记录了鲁迅先生和家里人夜里去看电影。 第十个片段, 写了鲁迅先生是如何休息的。 第十一个片段, 写鲁迅先生是如何待课和工作的。 第十二个片段, 记录了吃鱼丸这件小事。 第十三个片段, 记录了鲁迅先生如何认真的包书。 第十四个片段, 写了鲁迅先生带病拼命的工作。 那么哪一些片段是作者想写的呢? 没错, 就是第三个、 第十一个和第十四个这三个片段。 同学们或许已经发现了, 这篇课文的行文结构比较特殊, 它是摄取了十四个日常生活中的 琐事片段, 借助这些丰富的生活片段, 共同拼接和描画出了一个 充满生活气息的鲁迅先生的形象。 所以, 我们在分析文章的内容时, 不需要过于注重文章 到底继续了多少势力, 势力的先后顺序或结构层次是什么, 而是要注意通过细节描写, 感知鲁迅先生的性格特点, 体会某些语句背后作者的深意, 从而理解作者对于鲁迅先生的感情。 建议同学们先按下暂停键, 仔细地阅读课文, 在此过程中用批注的形式将自己的思考和感受记在书边。 下面, 老师跟同学们一起分享一下对于这篇课文的见解。 片段一,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 是从心底里的欢喜。 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 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 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 这是一种夸张的写法, 我们好像就看到了一个豁达爽朗, 平易近人的鲁迅先生坐在面前, 笑得十分开朗, 十分明朗。 其实, 这些外在的行为表现出来, 鲁迅先生是一个内心十分坦诚, 质朴和无私的人, 是不是十分的生动和形象呢? 片段二, 鲁迅先生走路很清洁, 尤其是人记得清楚的, 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 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 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作者是如何写鲁迅先生走路清洁的呢? 就是用了抓、扣、伸这几个动词。 而且, 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体现出来鲁迅先生勇往直前的果敢精神, 和十分干练敏捷的性格特点。 我们好像就看到鲁迅先生做了这一系列的动作, 然后大步地向前走去了。 片段三记录的是肖红和她的朋友们在鲁迅先生家做客的故事。 由于相谈甚欢, 他们留到了很晚。 一点钟以后, 送我还有别的朋友出来的是许先生, 外边下着小雨, 弄堂里灯光全然灭掉了。 鲁迅先生嘱咐许先生一定让坐小汽车回去, 并且一定嘱咐许先生付钱。 已经是深夜了, 电车也已经停了, 那么怎样才能让青年朋友们回家去呢? 鲁迅先生想, 一定是坐小汽车, 又安全又舒适, 并且一定嘱咐许先生付钱, 不给青年朋友们增加负担。 这两个嘱咐, 体现了鲁迅先生对待朋友, 尤其是青年朋友的热忱, 周到和细心。 以后我们又做过韭菜盒子, 又做过荷叶饼, 我一提议, 鲁迅先生必然赞成, 而我做得又不好, 可是鲁迅先生还是在饭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先生, 我再吃几个吗? 鲁迅先生虽然胃不好, 但是对萧红素的韭菜盒子还是吃得很开心, 这体现出他十分的简单随和, 而且非常体谅小辈的心情, 不希望萧红难堪。 在饭桌上, 鲁迅先生会询问自己的夫人, 自己能不能再吃几个, 举着筷子问, 多么的可爱啊, 言辞之间自然地流露出对于妻子的尊重与爱意。 片段四, 写了萧红有一回到鲁迅先生家去,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一边说着, 一边向我点头, 刚刚我不是来过了吗? 怎么会好久不见? 就是上午我来的那次周先生忘记了, 可是我也每天来呀, 怎么都忘记了吗? 读到这儿, 大家可能和作者一样感到有一些困惑, 难道鲁迅先生忘心这么大, 竟然忘记萧红经常到他家去吗? 其实, 这是鲁迅先生在和作者开玩笑, 表现出他幽默风趣的性格特点, 真是一个顽童啊。 同学们, 经过整体阅读和对前四个片段的仔细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 萧红这篇回忆鲁迅先生选取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事, 来表现鲁迅先生的人物性格。 这些生活场景让我们感受到, 鲁迅先生不仅仅是一个横眉冷对千夫纸的伟人, 他也是一个真诚热情, 乐观开朗, 幽默风趣, 简单随和, 和我们一样拥有喜怒哀乐的普通人。 是不是感觉鲁迅先生离我们更近了呢? 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好, 上一节课我们一起概括了课文十四个片段的主要内容, 深入探究了前四个片段。 这一节课, 我们将继续学习回忆鲁迅先生节选这篇课文。 下面我们来继续细读片段五。 我说天晴了, 太阳出来了, 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笑着, 一种对于冲破忧郁心境的, 展然的会心的笑。 这里的天晴了, 其实运用了双关的秀斯手法, 一方面它确实是指天气真的放晴了, 我, 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十分开心。 另一方面, 我们从冲破忧郁心境可以看出, 当时在社会的黑暗之下, 大家都对光明和新生活有着一种向往, 希望新的世界能够快一点到来。 片段六。 青年人写信, 写得太草率, 鲁迅先生是深恶痛觉知的。 但他还是战读着每封 由不同角落里头来的青年的信, 眼睛不济时, 便戴起眼镜来看, 常常看到夜里很深的时光。 鲁迅先生为什么会对青年人写信写得草率, 表示深恶痛觉呢? 这是因为他对于青年人要求是很高, 很严格的, 希望他们能够做得更好。 但是, 鲁迅先生并没有因为青年人写的草率, 就不搭理他们的来信。 就算自己眼神不好, 就算要看到夜里很深的时光, 鲁迅先生依然坚持, 战读着每一封来信。 这是鲁迅先生对于青年朋友的深切关爱。 片段七, 鲁迅先生的原稿, 在拉杜路一家炸油条的那里用着包油条, 我得到了一张是一死魂灵的原稿, 写信告诉了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不以为稀奇, 许先生倒很生气。 鲁迅先生出书的教样, 都用来开桌子或做什么的。 徐先生很生气原稿被用来包油条, 是因为原稿或者教样通常比较珍贵, 但鲁迅先生自己却毫不在意自己的原稿和教样流落到哪, 做什么用了。 这体现出他淡薄自处, 谦逊宽厚的品质, 毫不在意这些小事。 片段八, 许先生每送一个客人都要送到楼下的门口, 替客人把门开开, 客人走出去, 而后轻轻地关了门再上楼来。 这个片段着重描写了鲁迅的夫人许先生送客人出门的细节。 许先生送客人的时候, 每一位都要送到楼下的门口, 还要替客人把门开开, 等客人走出去之后, 再轻轻地关了门再上楼去。 这表现出鲁迅夫妇代客极其尊重, 周到有礼, 说明他们家具有一种老派的传统与家风。 片段九, 夜里去看电影, 市高塔路的汽车房只有一辆车, 鲁迅先生一定不坐, 一定让我们坐。 看完了电影出来, 又只叫到一部汽车, 鲁迅先生又一定不肯坐, 让周建仁先生的全家坐着先走了。 去看电影和看完回家都只有一辆车, 鲁迅先生都是替他人考虑, 让自己的朋友和家人先坐, 自己不肯坐车, 宁可走着回去。 这些细节都表现出了鲁迅先生 关爱他人, 又谦逊随和的美德。 海鹰不安地来归乱跑, 鲁迅先生还招呼他和自己并排地坐下, 鲁迅先生坐在那儿, 和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一样。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出, 鲁迅先生不再是我们固有印象里 那个言辞犀利的伟人, 他现在只是一个小孩子的父亲, 一个平静而祥和的普通人。 片段十, 鲁迅先生的休息, 不听留声机, 不出去散步, 也不倒在床上睡觉。 鲁迅先生自己说, 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 就是休息了。 从鲁迅先生的休息方式, 我们可以看出, 他不愿意浪费一丝时间去玩乐, 而是十分珍惜这些能够读书的时间。 同时, 我们也可以看出, 鲁迅先生对读书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 所以对他来说, 翻一翻书就足够舒适了, 如同休息一样。 片段十一, 许先生说, 鲁迅先生还是坐着, 街上的汽车嘟嘟地叫起来了, 鲁迅先生还是坐着。 有时许先生醒了, 看着玻璃窗白洒洒的了, 灯光已不显得怎样亮了, 鲁迅先生的背影不像夜里那样黑大, 鲁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 仍旧坐在那里。 这三段文字就像一组特写镜头, 刻画了鲁迅先生深夜里坐着工作的情景。 作者的描写体现出了鲁迅先生夜里一直工作到天明的时间之长, 工作之刻苦, 而且着重表现了鲁迅先生背影的黑大。 我们知道鲁迅先生的身材其实是比较矮小的, 那么这种黑大实际上更多的是体现在他的精神力量的巨大。 在大家都睡着了的漫漫黑夜里, 鲁迅先生就像一个斗士一样, 孤独而坚韧的战斗, 用他自己坚强的意志迎接黎宁, 所以格外突出他背影的黑大。 海英从三楼下来了, 背着书包, 保姆送他到学校去, 经过鲁迅先生的门前, 保姆总是吩咐他说, 轻一点走, 轻一点走。 这两个轻一点走, 是说明保姆怕海英吵到的鲁迅先生, 因为鲁迅先生彻夜工作, 才刚刚睡下。 而且保姆总是吩咐他说, 这一个总是体现出, 鲁迅先生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 忘我的工作到深夜, 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片段十二, 讲述了鲁迅先生一家在福建菜馆吃鱼丸子的故事, 这一碗鱼丸子有好的有不好的, 海英总是吃到不好的。 徐先生又给海英一个, 海英一吃又是不好的, 他又嚷嚷着, 别人都不注意, 鲁迅先生把海英碟里的拿来尝尝, 果然是不新鲜的。 鲁迅先生说, 他说不新鲜, 一定也有他的道理, 不加以查看就抹杀, 是不对的。 海英是一个小孩子, 他说不新鲜, 大家总是把它不当回事, 毕竟自己吃到的都是新鲜的, 觉得小孩子说的话不可信。 别人都不注意, 只有鲁迅先生特别地尊重孩子, 去真的尝了尝, 他碗里的到底新不新鲜。 而且鲁迅先生说, 不加以查看就抹杀, 是不对的, 说明他特别地实事求是。 由此, 我们可以联想到上学期, 我们学的猫这篇课文中的芙蓉鸟事件, 如果, 正正夺一家也能像鲁迅先生那样, 去查看一下猫是不是吃了芙蓉鸟, 可能就不会发生那样的悲剧了。 片段十三, 鲁迅先生把书包好了, 用细绳捆上, 那包风风正正的, 连一个脚也不准歪一点或扁一点, 而后拿着剪刀, 把捆书的那绳头都剪得整整齐齐, 连包书的一个脚都不歪, 连书的绳头都剪得整整齐齐, 这一件小事尚且如此, 我们可以看出, 鲁迅先生是一个特别严谨, 仔细和认真的人, 相信他做其他的事情, 也会非常的严谨。 片段十四, 鲁迅先生知道自己的健康不成了, 工作的时间没有几年了, 死了是不要紧的, 只要留给人类更多, 鲁迅先生就是这样。 通常人们在面对死亡时都会惧怕, 但鲁迅先生面对死亡, 有一种大无畏的坦然, 这是因为他认为, 死了是不要紧的, 只要能够留给人类更多的精神财富。 所以, 当鲁迅先生知道自己的健康不成了的时候, 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害怕, 而是要抓紧剩下的时间继续战斗。 同学们, 读完这一篇课文, 你心目中的那个鲁迅先生的印象有变化吗? 文中的鲁迅先生留给你的总体印象是什么呢? 从这十四件小事, 我们可以看出, 鲁迅先生其实是一个乐观开朗, 平易近人, 幽默风趣, 又严谨认真, 忘我工作, 无私奉献的人。 他既具有思想家的特质和文学家的风采, 又是一个对青年朋友爱护备质的导师和政友, 一个对妻子无比倚重和关爱的丈夫, 一个体察孩子尊重孩子的好父亲, 一个亲切随和又不失热情和幽默的长者。 这一篇课文片段之间没有太强的逻辑关系, 甚至略显琐碎, 所以据说当年有位朋友看了萧红的这篇文章后, 很不懈的评价说, 这也值得写, 这有什么好写的? 但就是这样一篇作品, 却成为了描写鲁迅先生的经典作品, 受到无数后人的喜爱。 同学们, 你知道其中的原因吗? 正是因为, 虽然看起来作者很随意地选取了一些生活的细节, 但是其实作者在其中倾注了自己的满腔真情, 用这些细节反映了人物的性格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 富有人情味的, 生活化的鲁迅形象, 让人觉得真实可信, 同时又更加敬佩鲁迅先生。 现在请同学们思考一下, 这一篇课文中寄规了肖鲁迅对于鲁迅先生怎样的情感呢? 提示一下, 本文写作于1939年, 距离鲁迅先生逝世已经三年了。 是的, 在肖鲁的眼中, 鲁迅先生既是他文学和思想上的导师, 又是生活中关爱他的长者, 也是一个让人信任和亲近的朋友。 虽然本文看似琐碎, 但是他有一个情感上的线索, 那就是对鲁迅先生的爱戴、赞美和景仰。 同样, 全文没有一个杯子, 但是在字里行间, 在这些作者记忆犹新的细节之间, 无处不透露出沉重的悲伤和深切的怀念。 这是一篇别具一格的回忆文章, 作者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感觉, 捕捉了鲁迅先生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事。 这些琐事包括了日常起居、 待人接物、 读书写作、 休闲娱乐等等各个方面。 作者以多个片段的形式组合在一起, 烘托出了一个真实的、 富有人情味的、 生活化的鲁迅先生。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抒发了自己对于鲁迅先生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学完这篇课文,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 最后一个片段中有这样一句话, 鲁迅先生感到自己的身体不好, 就更没有时间注意身体, 所以要多做, 赶快做。 当时大家不解其中的意思, 都以为鲁迅先生不加以休息不以为然, 后来读了鲁迅先生死的那篇文章才了然了。 喝下, 同学们不妨找来死这篇文章读一读, 体会一下鲁迅先生此时的想法。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再见。 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孙权劝学这篇课文。 同学们听说过瓜木香带和无下阿蒙这两个成语吗? 可能有一点陌生, 其实这两个成语都和以下三位人物有很大的关系。 他们是孙权、 吕蒙和鲁迅。 孙权、 吕蒙和鲁迅都是三国时代的风流人物,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三个人物在历史上所处的地位, 以及与他们位置相同的人物。 与孙权处于同一历史地位的人物是我们熟悉的刘备和曹操。 他们分别是吴、 蜀、 魏的君主或者实际上的掌门人, 并称三国时代的三雄。 与吕蒙处于同一历史地位的人物是蜀国的张飞和关羽等将才。 早期的吕蒙和张飞比较像, 都是勇蒙有余而谋略不足。 后期的吕蒙变得智勇双全。 在鲁迅死后, 吕蒙曾经掌管东吴的军事。 在此期间, 他曾经设计收复荆州, 连一代英豪关羽也因此成了他的手下败将。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大义诗荆州的故事。 与鲁肃处于同一历史地位的人物, 是我们熟悉的诸葛亮和周瑜, 他们都是三国时代著名的帅才。 鲁肃以青才好施和学识渊博著称, 他是武蜀联盟的缔造者和维护者, 促进了三族鼎立之势的最终形成, 是一位拥有大智慧的忠厚之人。 他曾经与周瑜和诸葛亮联手, 火烧赤壁。 这篇课文解选自北冲司马光的资质通鉴。 文章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 周瑜和刘备在治弊之战中大破曹操军队, 不久周瑜病死在江陵, 鲁肃代替周瑜辅佐孙权, 劝孙权将荆州借给刘备, 以共聚曹操。 刘备很快取得益州, 形成了曹、刘、孙三方鼎制的局面。 孙权劝学的故事就发生在此时。 在朗读读读文之前, 请同学们先按下暂停键, 在文中圈化出下面的词语, 读整字音。 下面请先听老师为大家贩读一下课文。 初权劝学的故事, 初权劝吏曼曰, 清金当图掌事, 不可不学, 蒙此以君中多物。 权曰, 孤启玉清至今为博士爷, 但当涉猎, 见往事尔。 清言多物, 熟若孤, 孤长读书, 自以为大有所益, 蒙乃使就学。 即鲁肃过寻阳, 与蒙论意。 大经曰, 清金者才略, 非赴无下阿蒙。 蒙曰, 是别三日, 即更刮目相待, 大凶何见事之万乎, 肃岁败蒙母, 皆有而别。 下面请你自己大声朗读一遍课文, 注意读准字音和句子的停顿。 下面请同学们跟老师一起来疏通一下课文的大义。 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下重点的词译, 然后请大家尝试用白话文翻译原文。 初全为吕蒙曰, 初就是当初, 为就是对谁谁谁说。 当初孙权对吕蒙说了什么呢? 清金当土长势, 不可不学。 清是古时君王对于臣子的爱称。 同学们如果看古装剧, 也会经常听到爱清平身。 当然, 清也可以用于朋友和夫妇之间。 当土意思是当道, 当权。 孙权对吕蒙说, 你现在当权管事了, 不可以不学习。 蒙词以君中多物, 词就是推托。 我们现在说推词, 不词辛苦, 这里的词也是推托的含义, 大家可以把这两个词作为例子, 记在自己的笔记上。 物是事物, 我们现在说任物、公物, 这里的物也都是事物的含义, 大家可以记在笔记上。 蒙词以君中多物, 吕蒙用君中事物繁多来推词。 孙权说, 孤启玉卿至今为博士爷, 但当涉猎, 见往事尔。 孤的意思是古时王侯的自称, 这里可以翻译成我。 启是哪里的意思? 我们有时候会说启有词礼, 这里的启也是哪里的意思。 至今意思是研究儒家的经典, 儒家的经, 旨意, 书, 诗, 礼, 春秋等书。 至的意思就是研究, 我们现在说至学, 就是研究学问。 博士在这里的意思是 专长经学传授的学官, 他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博士研究生, 博士学位的博士不是同一个意思。 爷是一个语气词, 同爷。 但的意思是指, 指示, 我们现在会说但愿如此, 这里的但也是指的意思。 涉猎就是粗略的阅读, 见是了解, 往事这里是指历史, 可我们现在说以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同一个意思。 而也是一个语气词, 表示而以, 罢了。 孙权说, 我难道想要你当钻研经书, 专管经学传授的学官吗? 只是应当粗略地阅读, 了解历史罢了。 青年多物, 熟若孤, 熟意思是谁, 哪个。 你说你的事物繁多, 谁像我这样事物多呢? 孤常读书, 自以为大有所益, 我经常读书, 自认为大有益处。 听了孙权的话, 蒙乃使就学。 就学的意思是从事学习, 吕蒙于是开始学习。 即鲁肃过寻阳, 吕蒙论义, 即的意思是到, 等到, 过的意思是经过。 等到鲁肃经过寻阳的时候, 于吕蒙论义, 大吃一惊说, 倾经者财略, 非复无下阿蒙。 经者意思是如今, 现在, 财略我们可以分别解释, 那就是财干和谋略。 非复意思是不再是, 阿蒙就是吕蒙的小名。 以你现在的财干和谋略来看, 你不再是原来那个无下阿蒙了啊。 吕蒙说, 试别三日, 即更刮目相待, 大胸何见试之晚乎。 更要读成医生, 它的意思是另, 另外。 刮目相待, 意思是拭目相看, 用新的眼光看待它。 刮就是擦拭的意思,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做一做刮目这个动作。 大胸是对朋友辈的禁称, 这里可以翻译成掌胸。 见试是知晓事情的意思, 这里的见和之前的见往事是同一个意思。 呼是一个语气词, 可以翻译成呢。 试别三日, 就要另外拭目相看, 掌胸知道这件事怎么这么晚呢? 宿遂拜蒙母, 结友而别。 鲁宿于是叩拜吕蒙的母亲, 与吕蒙结为朋友, 然后分别了。 同学们注意到了吗? 这篇课文中出现了许多称谓语, 比如, 青、 姑、 还有大胸。 青我们刚刚讲过, 是古代君对于臣的爱称, 朋友和夫妇之间也可以用青作为爱称。 姑是古时王侯的自称, 在先秦, 诸侯国的国主经常自称为姑或者寡人, 这是因为国主位高权重, 身边没有什么人可以匹敌, 所以用姑和寡人来自称。 大胸是对朋友辈的进称, 可以翻译成长胸。 同学们还知道哪些古人常用的称谓语吗? 请你积累在笔记上。 因为这篇课文中人物对话比较多, 所以也出现了一些语气词, 比如, 也, 耳, 还有呼。 也可以表示一种反问语气, 可以翻译成吗? 我难道是想要你做一个研究儒家经典, 专门掌管经学传授的学官吗? 耳, 可以表示限制语气, 这里可以翻译成 而已或者罢了。 只是应当粗略地阅读, 了解历史罢了。 呼, 可以表示一种反问语气, 这里能翻译成 大胸和见识之晚呼。 长胸知道这件事怎么这么晚呢? 同学们, 你还知道哪些文言文常见的语气词吗? 请你积累在自己的笔记上。 相信同学们现在已经了解了课文的大意, 下面请大家跟老师一起大声朗读课文, 感知课文的内容, 这一遍要注意读出人物的语气。 书全为吕蒙曰, 请今当途掌势, 不可不学, 蒙此以君中多物。 全曰, 姑岂欲清至今为博士爷, 但当涉猎, 见网事儿。 青年多物, 熟若姑, 姑常读书, 自以为大有所益。 蒙乃使旧学, 吉鲁肃过寻阳, 与蒙论意。 大经曰, 请今者才略, 飞赴吾下阿蒙。 蒙曰, 事别三日, 即跟瓜母相待, 大兄何见世之婉胡? 处遂拜蒙母, 解有而别。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孙权劝学这篇课文, 大家借助助识和工具书, 理解了课文的大意。 我们还学习了青、姑、大兄等称谓语, 以及爷、耳、呼等文言语气词。 在学习文言文的过程中, 需要我们不断地积累, 以丰富文言知识, 为将来学习更多的文言文做好准备。 这节课就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好, 相信经过上节课的学习, 大家已经掌握了课文的大意。 今天我们来继续学习孙权劝学。 首先, 请同学们大声朗读课文, 这次要注意读出人物的语气, 揣摩人物的心理。 初权威吕蒙曰, 今今当途长事, 不可不学。 蒙此以君中多物, 权曰, 孤起玉清至今为博士爷, 但当涉猎, 见往事儿, 清言多物, 熟若孤, 孤常读书, 自以为大有所益。 蒙乃使旧学, 即鲁肃处过寻阳, 与蒙论意, 大经曰, 请今者才略, 非赴无下阿蒙。 蒙曰, 事别三日, 即更刮目相待, 大兄何见世之晚乎, 素岁拜蒙武, 结有而别。 同学们, 你们是用什么样的语气来朗读人物的对话的呢? 下面让我们一起探究一下, 这些对话当中体现了人物什么样的心理。 清今当途掌事, 不可不学。 不可不学是一个双重否定句, 不可以不学习, 他的语气非常坚决, 孙权不容吕蒙推辞, 表现了他对于吕蒙要求非常严格。 同时, 一个君王这样要求臣子, 又可以见出他对吕蒙十分关心, 寄予厚望, 期望他多多学习。 孤起欲亲至今为博士爷。 这是一个反问句, 说明孙权强调的并不是要吕蒙去研究儒家经典, 当一个专长经学传授的学官, 而是有别的目的, 所以不需要学习的那么深入。 同时, 反问句的语气比较强烈, 表现出孙权对于吕蒙不听他的劝戒, 有一种不高兴和责备的意味。 轻言多物, 熟若孤, 这也是一个反问句。 你说你自己事物繁多, 谁还能有一个君主事物多呢? 孙权用这样一个反问句, 否定了吕蒙此与君中多物的理由。 孤长读书, 自以为大有所益。 这是孙权献身说法, 用自己学习会获得的益处来鼓励吕蒙求学。 一个君王对臣子这样说话, 可以说是语重心长, 言辞恳切, 表达了他的期望和厚爱。 即鲁肃过寻扬, 与蒙论意大经约, 鲁肃为什么会如此吃惊呢? 这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 吕蒙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 而使筷略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掌进。 所以当鲁肃再次见到他的时候, 情不自禁地赞叹, 倾金者筷略, 飞赴无下阿蒙, 你不再是原来那个吕蒙了呀。 蒙曰, 试别三日, 急跟刮目相待, 大胸何见识之挽胡。 这也是一个反问句, 这个反问句中体现出, 吕蒙对于自己今非昔比十分的自豪, 再一次突出了, 吕蒙采略进步的巨大。 而且, 这个语气, 有点像开玩笑, 表现出, 吕蒙和鲁肃两个好朋友之间, 气氛十分融洽, 和谐。 同学们还记得, 上一节课的开始, 老师提出了两个成语吗? 现在, 你们能不能解释一下他们的意思呢? 没错, 吴夏阿蒙, 就是居处在偏远之地吴夏的吕蒙, 它用来比喻人学识尚浅。 刮目相待, 也做刮目相看, 比喻要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人, 或者事物。 那么, 从一个学识浅薄的吴夏阿蒙, 到智勇双全, 让人刮目相看的将军, 是什么原因促使吕蒙, 有了这种翻天覆地一般的变化呢? 请同学们思考一下。 很好, 那就是学习的力量, 开卷有益, 只要肯学习, 就一定会有所收获, 而且什么时候开始学习都不晚, 关键在于, 你是否肯像吕蒙那样, 拿出时间来学习。 文章倒表现出, 吕蒙学习有了惊人的长进, 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以肃岁败蒙母, 结有而别做结尾呢? 体现了作者什么样的深意呢? 请你思考一下。 鲁肃之所以主动和吕蒙结为朋友, 是因为与蒙论意之后大为惊叹, 佩服吕蒙的财略, 这最后的一笔, 进一步表现的吕蒙财略的惊人长进, 突出了学习的作用。 同时, 我们也可以看出, 鲁肃是一个敬才, 爱才, 惜才的人, 两个人志趣相投, 结为朋友, 实在很令人羡慕。 读完这篇课文, 我们可以从鲁肃、 孙权和吕蒙三个人物身上, 获得哪些启示呢? 鲁肃对吕蒙的进步刮目相待, 没有因为心中有无下阿蒙的成见, 就轻视他。 这启示我们, 不能用老眼光看人, 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人和事物, 要能够主动发现别人的努力和进步。 鲁肃能够主动与吕蒙结为朋友, 这提示我们, 交友要叫不断进步的人, 要尽财, 爱财, 珍惜和有才能的人做朋友的机会。 而孙权作为君主, 并没有以权势压人, 强行命令臣子去学习, 而是好言相劝, 献身说法。 这提醒我们, 规劝别人要从关爱对方出发, 对别人好, 也要讲究方法和策略, 要让对方听得尽意见, 不能好心犯坏事。 从吕蒙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 要虚心听取别人正确的意见, 这样自己才能有所成长, 弥补不足。 还有, 就算曾经学识浅薄, 也可以通过后来的努力取得惊人的成就。 学习没有早晚之分, 只要认真学习, 终有所成。 还有, 不能因为事物繁忙就找借口放弃学习, 只要肯用心, 总有办法找到学习的时间和机会的。 同学们, 通过今天的学习, 我们了解到, 这篇课文继续了吕蒙, 在孙权劝说之下开始学习, 之后大有长进的故事, 赞扬了开卷有益的精神, 并且告诫人们, 只要肯学, 就一定会有所收获, 什么时候开始学习都不晚。 孙权劝学的写作上, 以人物对话为主, 这些对话言简, 易风, 生动传神, 赋予情味。 仅聊聊数语, 就能使我们感受到三个人物说话时 各自的口吻, 神态和心理, 传神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 同学们在以后的写作中, 也可以运用这种手法, 让你的人物变得更加出彩和生动。 同学们, 你们有没有好奇过, 为什么孙权劝借吕蒙读书学习, 不求其为博士, 而意在见网事呢? 难道深入钻研儒家经典不好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学习要求呢? 其实, 孙权的建议与当时的现实世界密切相关, 三国鼎立, 天下纷争, 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 因此, 对于统治者来说, 从历史中, 尤其是近代历史中, 总结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 成为了当务之极。 孙权劝吕蒙涉猎, 剑往事, 是因为以史为剑, 可以知星体, 作为了解写, 作为一个将军, 从历史中学习经验, 以应对现实世界复杂的政治和军事形势, 才能够更好的报效国家。 现在, 老师想为大家介绍一下, 尊全劝学这个故事的出处。 它出自于北宋司马光主持编转的一部 编年体通史《资质通鉴》。 资质通鉴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 一共1362年间的史试。 编年体, 意思是它在编写结构上, 以年月为经, 史试为尾, 也就是依照年代的顺序, 贯通叙述史试。 通史意味着它并不是叙述某一个朝代的史试, 而是贯通历史。 读完《资质通鉴》, 我们可以对史实的前因后果有所了解, 得到一个系统而明晰的印象。 宋神宗因为他鉴于往事, 有自于智道, 命名他为资质通鉴, 也就是为统治阶级提供政治借鉴, 因此本书的内容以政治和军事为主, 常于描写战争。 资质通鉴的主持编撰者司马光, 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 他自军时嗜好文正。 在王安石实行新政时, 司马光曾竭力反对, 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 在王安石变法时期, 司马光离开朝廷15年之久, 在这一段时间里, 他潜心著书, 主持编转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识, 也就是资质通鉴。 毛泽东主席自称曾17次批诸过资质通鉴, 并评价说, 一是七变, 每读都获益匪浅。 中国有两部大书, 一约史记, 一约资质通鉴, 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 大家额外注意一下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 听了以上这些故事, 你认为, 司马光退居编转资质通鉴的目的是什么呢? 能不能联系一下孙权劝学的具体内容? 你有什么样的体悟和思考呢? 作为旧党, 司马光在新党当政不受重用的情况之下, 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全部寄托于资质通鉴。 其实, 他是和孙权劝勉吕蒙一样, 希望当时的皇帝能够从历史中学习经验, 以应对现实社会。 作为新时代的中学生, 我们还需要学习历史吗? 当然, 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说, 学习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成长, 更是为了能够更好地面对现实和未来, 像吕蒙那样, 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报效祖国。 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